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目 请考虑地球跟太阳的这个探 对探测器的引力 并假设地球绕太阳轨道为圆 那一个探测器能够绕着太阳做圆周运动 而且地球 太阳还有探测器 三者相对位置始终不变 这句话是重点,画起来 满足上述条件时 会在拉格朗热点 那理论上有五个拉格朗热点 那下列有关这五个拉格朗热点的叙述 何者是正确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在轨迹L1、L2、L3 他们的距离立方跟太阳平方比值相等 来,什么叫做同步旋转 同步旋转就是说 来,下个瞬间转,转过来 好,那地球跑到这边 那L3跑到这边 L1跑到这边 L1它跑到这边 那L2呢,L跑到这边 L2跑到这边 那L4呢,L4跑到这边 L5跑到这边 也就是说大家会同步旋转 你把它想成它好像是一个 这个架子,大家会旋转的角度都一样 大家旋转的角度都一样 那旋转的角度一样会同步旋转 会同步旋转 所以同步旋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一样 桌起一样 好,所以它们会同步旋转 来,它们会同步旋转 你看哦,它们保持的那个形态都长一模一样 转的角度都一样 所以代表说它们的周旗相同 来,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它说半径三方跟周旗平方相处 有没有一样啊 现在我确定周旗是一样的 圈起来 那半径有没有一样啊 它说L1,L2,L3 哎呀,L1的半径比较小 L2的半径比较大 L3的半径是中间的 所以半径没有一样嘛 半径没有一样的话 它们的克三不会一样 可是有人说老师 那不是克服的第三定律能用吗 克服的第三定律如果要能用的话 它必须只受到一份万元力 好,那这个东西呢 它有两份万元力 一份是地球一份是太阳的 所以这个东西只能用看的 就是我确定它的周旗 但半径不一样 所以克三就不会一样 好 来,再来请看到B 来,为了L5跟L4 它们的半径 距离立方 跟周旗平方 彼此相同 L4跟L5 它们的半径一样 半径一样 那半径一样 就代表说 哎呦,这个东西一样嘛 周旗也一样啊 所以克三必定相同 这个是对的 再来同学请看 C L1,L2,L3 与太阳连线 单位时间少过的面积 是一样的 这叫面积速率 面积速率 这个东西 你就根据定义 你不要背 面积速率叫面积除以时间 那时间我就故意取一个周旗 那面积就是πr平方 因为它们少 在少的时候都是一个圆形面积 我如果是一个周旗 大家都是少一个圆形面积 那我现在确定 周旗一样捐起来π一样 但是半径一样 它问的是1,2,3 1,2,3的半径没有一样 所以面积速率就不会一样 那L4跟L5呢 半径一样 那面积速率一样 OK 所以第一选项是OK的 在1 1,2,3,4,5的Lagrant日点 受到的万元力量值相等 对不对 受到太阳力的万元力量值相等 对不对 来 这个 万元力叫做GMM 再除以R平方 GMM再除以R平方 因为它说太阳给的吸引力 太阳给的吸引力 那太阳给的吸引力 还要看距离 而且还要看什么东西 还要看这个探测器的质量 那只有太阳质量一样 大局一样 探测器质量的问号不知道 距离呢 距离没有一样 所以呢 这个东西 它所引力大小相等 不知道 因为质量没有一样 没有讲 距离肯定不一样 L1是距离最近的 L2是距离最远的 L3 L4 L5 三个距离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 质量不知道 距离不知道 所以无法判断 好 音选两项 所以本理答案是B D 这两个正确 好 我们看到了 哦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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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